第十届澳大利亚铁路展于26日在悉尼会议中心节目 中国男车鞋备受瞩目的CRH380A型高速列车等在内的众多轨道交通产品参展 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亚铁路展是澳洲最具影响力的轨道交通行业展会 今年该展会更是吸引了全球近300家企业参展 针对澳大利亚的高铁计划 中国男车带来了曾创造486.1公里每小时的世界铁路运营实验最高速度的CRH380A型高速列车参展 同时还在展会上推出两款客运新产品 储能式的100%低地板现代油轨电车与CRH6型成绩电动车组 此外中国男车还携带了已经在澳洲得到稳定运用的成熟货运装备产品 包括潘大路交流传动重载机车和大轴重货车 在中间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尤为高兴的是 我们有部分的中国的企业 比如像我们的男车 他们的技术呢都是现在不是在咱们国内了 在全球应该说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 那么也能够把咱们的产品把咱们的技术带到这个展览上来 展示向澳洲当地向整个这个全球来参展的这些参展商和这个业界来做一些宣传和推荐 澳大利亚也要运量建设高铁当然还是一个概念的阶段 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企业就能够参与进来 那么甚至帮他们也能够提供一些这个发展上的一些理念一些概念呢 能够及早的参与进来 对未来进一步促进我们中国中国企业跟澳大利亚合作 尤其是在基础社是在铁路运输等等这个领域的合作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就我们目前这几年来说我们公司对这个国际化很重视 完了出口的这个形式呢就最近三到五年之内啊 已经有得到迅猛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在五年以前嘛 我们每年的出口额大概也就是在十亿美金以下 从去年开始我们出口额已经达到二十二亿美金 今年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超过了二十亿美金 所以说呢就是从产品上来说呢我们出口的产品啊 从原来的低端产品 附加值低的这个产品已经走下高端产品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十年前 我们公司已经致力开发这个澳洲市场 所以说呢我们对澳洲的市场 目前来说我们是很有信心 把这个业务再扩大发展下去 过南车这次应该说是第三次参加这个澳洲铁路展 而且我们这次是以一个非常大的规模 非常隆重的这个形式来给澳洲客户推荐我们南车 更高水平的这个铁路技术装备产品 今年我们的展台应该是在澳洲展里面最大的一个展台 足见我们中国南车是对中国对这个铁路装备 特别是澳洲市场的这个重视程度 南车应该是在2003年就已经进入到澳洲市场来 截至到目前来说的话呢 我们整个南车已经向澳大利亚这个市场 输送了大概是20台这种内燃机车 而且南车是这个就是交流传动 这个大功率内燃机车首次出口 到这个发达国家的这么一个中资公司 目前来说除了20台这种交流传动 大功率内燃机车 还有5000辆以上的货车 正在运用在澳洲的各个区域 从中国南车下一步的发展 就是在澳大利亚的目标来说 我们是希望能把我们更多的这种客运的产品 带到澳洲市场来 据了解南车正在全力推进自身的国际化运营 已经在澳大利亚 美国 英国 巴西 南非 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0家分子公司 目前 中国南车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铁路的合作伙伴 产品出口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美洲 中东 等80多个国家